嗨 威廉 奥利威啊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是你排班啊 今天不是周四吗 过糊涂了 今天周五啊 喂 你在哪儿呢 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也会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 拜拜 赶紧去吧 我 去便利店打工了啊 拜拜 嗨 三位 嗨 在哪儿呢 刚刚那儿还在储藏间 跟着咱们那个高材车 人呢 你帮我走 慌慌张张的 包都不要了 都丢了回事 都说她赌事赌傻了吧 奥利威啊 其实我最近也觉得 她有点反常 平时也不这样 据我个人猜测啊 她应该是失恋了 您好 不好意思 那个 请问一下 你们刚才说的 奥利威是颜小晨的 是啊 我记得你 你是上次打架哪个 是你啊 你还记得我吗 呢 坐这么久了 有什么想问的就问吧 酒吧也没人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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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不用 不用了 我开车的 饮了就行 谢谢啊 你刚才说 袁晓晨失恋了 是真的吗 我都说了 是我个人的猜测 你不是她男朋友吗 这个问题 你怎么来问我 我 我不是那意思啊 我真正想问的是 严晓晨的事 你了解多少 你指的什么方面呢 比如说她 为什么那么拼命地打工 除了打工还是打工 就好像她的生活里 除了打工和赚钱 就没有别的更重要的事 如果她真的是缺钱的话 我明明可以帮助她 可是每次我要帮助她的时候 她都跟我倔 你知道她跟我谈什么吗 她跟我谈尊业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帮助她的方式不对呢 就算是吧 她需要怎么样帮助她 她可以直接跟我说呀 或许 她可能不需要你帮助她 你这话我该怎么理解 我所认识的奥利威亚 虽然家境不好 但是是个非常不利的女孩 在新兴社会这样的女孩 非常少 她从来不去委托别人 去帮助她什么 更不愿意把她自己软弱的这面 展现给任何人 可是 我是她的男朋友啊 如果你真的是她男朋友的话 你应该更了解她 越是亲密的人啊 越敏感 也更容易造成互相伤害 好了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我就要打烊了 那个 就当我没问啊 你们店里是不是有个客人 姓程 长得挺帅 她跟药山什么关系啊 好 好 好 刚才那杯是请你的 这杯需要你买单 递欧雷威亚买单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欧雷威亚是你女朋友 她要毕业了你不知道吗 她要找工作 她跟那位程先生 只是学学口语 学学面试技巧 这个酒吧闲听色彩的人 我嫌多了 但是欧雷威亚不一样 她是有底线的 她从来不愿意去做 超出原则的事情 我 我明白了 谢谢你啊 对了 下次程先生来 算我请他的 我先走了 拜拜 等会儿 顺便带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边 请不吝点赞 吴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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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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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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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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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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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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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